我這部分我要來講的是我們PLC的新產品應用跟功能介紹 那這一頁我是要介紹我們AS系列 應用在我們塑膠機械上面的行業 那前面的講師有提到說 像塑膠機械可以跟我們PLC做個結合 所以這邊的PLC我們可以用我們的IO 去控制塑膠機械的周邊設備 然後以及用各種的通訊介面 比如說Ethernet、eCAN跟序列附 去讀取塑膠機械的資料回來 然後經由這塊等一下要介紹的這個新產品ASFTP01卡 把這些資料上泡到IoT層的雲端平台或者是上位機 那左邊這些就是IoT層的這些功能 後面會一一介紹這些功能是什麼東西 進入功能介紹 在開始介紹我們新產品之前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的ASCPU模組 第一個就是中間的功能擴充卡槽 我們有兩組 那這功能卡槽上面可以插 類比功能卡跟各種通訊卡 然後左邊這個蓋子下面有USB介面 跟MicroSD介面 那USB介面可以用來做程式的上下載的規劃 然後MicroSD可以插SD卡 那這個SD卡裡面可以放程式 到時候可以做專案的備份還原以及用密碼保護起來 然後也可以做錯誤碼的記錄 然後在側邊內建兩組的485口 可以用來接周邊的設備 左下方有一個以太網口 這以太網口有支援Modbus TCP 跟Ethernet IP這兩種的通訊協議 然後在右邊這個是IO端子 那這個IO的頻率最高可以到達200kHz 那如果是選用插動型的CPU模組的話 最高可以到4MHz的頻率 我們這一款PLC 因為有強大的非常多的通訊能力 所以可以適合應用在機械頁上面的設備 好那開始介紹我們的新產品 今年會上市的是這個叫做ASFFTP01 這個通訊介面功能卡 那它的外觀就是長像照片這樣的一個卡片 那它使用方式就是這個卡片呢 插入剛剛介紹這個AS主機上面的功能擴充卡槽 那右邊這個ASFOPC02 這個是已經上市的產品了 那因為它的功能性質屬性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放在一起講 那關於這個卡片的功能 有像左邊的介紹 像這個左邊有Node RAID的網頁編輯 還有Data Log 還有可以當作FTP的Server 也可以當作OPC UA的Server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MQTT的訊息發布的服務 那右邊這個ASFOPC02卡片 它是專門可以當作OPC UA的Server功能用 那接下來開始一一介紹就是剛剛提到這些IoT的功能 第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Node RAID這個儀表版 這個Node RAID是一個第三方的一個技術 可以用來做開發IoT的一個工具 它的工具是用網頁編輯器做介面 所以在任何裝置上只要是可以開啟網頁都可以用來做程式編輯 程式編輯完最後的呈現效果也是在網頁上面做呈現 那它的呈現方式有各種的元件 比如說圓柄圖、長雕圖 這些視覺元件可以在儀表版上面做顯示 然後再來是SD卡的Data Log功能 在SD卡裡面Data Log 是用來存放AS主機裡面的戰輪器資料 那這個儲存的格式可以用表格做設定 這個畫面上面有看到可以使用Taita的ISPsoft裡面的主態設定 去設定我要記錄的欄位 然後記錄完之後這個格式呢 我可以用Excel就可以做開啟了 不需要另外安裝軟體才可以看得到內容 然後另外也可以在我們的軟體主態設定去設定 你要記錄的格式 比如說每一筆的記錄我要多久記錄一次 然後還有你的Data Log的檔名 還有一些其他的檔案操作的參數等等 然後再來這張卡也可以當作FTP的Server用 那搭配剛剛那個介紹的Data Log功能 我們可以在現場的PLC裡面的SD卡插上去之後 我們在遠端的電腦透過網路連線 去將現場的SD卡裡面的Data Log下載回來 這樣子的話那以後就不再需要到現場去取出SD卡才可以看得到 然後再來是介紹MQTT的功能 像我們產線上面的資料從PLC收集回來之後 經由這個MQTT的協議 我們現在是可以上傳到AWS的Amazon的雲端伺服器 那這些資料就可以存放在這個雲端平台上 AWS這個雲端平台 目前有提供就是各種的IoT的工具 比如說資料收集資料存放資料管理資料分析等等 使用者可以透過這些AWS上面的服務 將我們的傳統機器升級成IoT的機器 然後接下來是介紹OPC UA的功能 那在OPC UA這個功能 剛剛有提到說就是在FFTP01跟FOPC02這兩張卡上面都有這個功能 不過有一點差別就是FOPC02上面的OPC UA 它只支援匿名登錄的方式 那在FFTP01上除了可以用匿名的登錄方式 另外還有帳號密碼的登錄功能 所以它在安全性上面就比較高一點 那這OPC UA我們是當作Server 網上的話我們就可以連接支援OPC UA Client的上位機 那目前我們有OPC UA Client的上位機 有Sketa 還有HMI 還有公司用的MES跟ERP系統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是第三方的OPC UA Client的軟體 都可以連線 那使用這個OPC UA的特色 它是在配線上面是很簡單 因為它是用網路線做配線 然後擴展性從硬體上到軟體上面都有 例如我們的電腦手機 還有硬體的控制器等等 然後用這個通訊協議是方便做通訊線面上面的整合 將各家廠牌的PLC 或者是各家通訊協定整合在一起 然後用OPC UA這個協議做統一的介面通訊 那這OPC UA的協議 它也有一些加密跟憑證的安全機制 再使用起來的話就比較安全 然後最後這個是我們IA產品的通訊上面的藍圖 我們從底下的各種的工業協定 一直到最上層的IoT的通訊 都會做一個完整的建構起來 那所以像這張FFTP卡的功能卡的角色呢 就是在做IoT這一層上面的功能 那經由這些通訊協議建置好之後 我們從下到上都可以做一個完整的連結 所以有些精神的方式 都可以做到販賣的 都可以改善了 這條PK的一系統